英國一名記者偶然的機會 以台幣約5500萬的價格 買下一座倒閉的動物園 入屬後的第四天 就發生花豹與老虎對峙的 驚險場面 他如何馴服這些巨獸 進一個野生動物園 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這是Mikey 他覺得是狗 賣下一座動物園 自己當園長 聽來天放夜潭的傳奇故事 卻真實上演 班潔明 蜜 是名記者 也是英國衛報專欄作家 2005年 一張房地產宣傳廣告 徹底改變他的人生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建案 因為他不但擁有大宅 從來 庭院 更附加了一座動物園 這座動物園經營不善 急遇轉手 班潔明的心中泛起濃厚興趣 他從小就喜歡動物 要是沒人買下動物園 獅子 老虎 還有一大家子 總共200頭動物 該何去何從 大概30%的他們 都不能再蓋房子 幾個鱗鱲 都被殺了 因為他們不能再蓋房子 這就是一個運動力的力量 班潔明希望給孩子 童話般的成長環境 儘管開價約5500萬台幣 但祖父留下的遺產 剛好足夠支付這筆巨款 剩下的就是得到家人的支持 我已經在電腦上花了六個月 在電腦上 在電腦上商量 然後我跟孩子們說 嘘 父親在這裡購買宿 然後他們說 父親你瘋了 對 然後他們終於到達 他們的眼睛很廣闊 我心想說 父親真的要去購買宿 2006年10月 班潔明以肅人之姿 正式成為動物園新園長 正當百費待舉 積極摸索之際 14天後 動物們給他一場震撼教育 迎接新主人的到來 他躲進了蝸蝸的階段 因為他也有八個月的計劃 去打敗蝸蝸 因為他正在他的計劃 就怕花豹與老虎相互攻擊 轉而傷害人類 趕來支援的警銷 鴿槍施彈 準備要開槍射殺 就在這時 有經驗的保育員 突然大聲叫喊 抓蝸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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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深知老虎討厭吵鬧聲 大呼大叫將牠趕回龍舍 化解一場可能的殺戮 班前頂就像菜鳥老師 動物們如同頑皮學生 狀況還真不少 大夥準備搬動老虎 獸醫先發射一劑麻醉藥 大貓卻在搬運途中突然醒過來 後來獸醫再補了一劑麻藥 這頭老虎才乖乖馴服 還有狼突然離家出走 可能傷人 警車四處追捕 情勢緊張 無情的槍聲劃破天際 不過班前頂早已請求警方 使用麻醉槍而被真槍 為逃跑的狼保住小命 這裏導致了一點 我仍然不完全回復 那種猶豫 這隻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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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是反對態度的妻子 最後也投入營運 但就在這時 妻子的腦瘤復發了 一是宣告不久於人事 所以在這三個月後 她變成瘋了 死亡 這是一個巨大爆發 甚至無論如何準備好 班傑銘哀頭欲絕 他想兩百多頭動物都救了回來 為什麼救不回妻子的神秘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 我只是想不斷 我當然是想不斷 但我還是想不斷 因為壓力很無敵 但你也需要看來看 這件事 向農會帶來的資金快要見底 若無法通過官員檢查 凡建銘一家將出現重大危機 他收起悲傷 要把動物園重新營運 當作禮物送給在天國的妻子 他的苦心沒有白費 在開幕前取得營運執照 2007年4月4日開幕當天 大批遊客一起見證 素人園長所創造的奇蹟 人們都會說 謝謝我們救我們 保護和教育 是我們有兩種主要的 但這也是商業 你必須要笑 和人們敬佩 賣他們的芝士和冰淇淋 和其他人的食物 保持健康的日子 保持健康的訊息 當你能夠把他們放進 班傑銘將這段祭遇出書成冊 他的故事也被拍成電影 不以賺錢為目的的動物園 如今成了英國南部德文峻里 富有教育意義的保育中心 班傑銘也為自己的人生 寫下最精彩的一頁